欢迎大家回到来领袖培训会 刚才的午餐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有什么招待不足的地方敬请见谅 不管怎样 到了现在这个时刻 依然能够看到这么多人 留在这个地方 证明说 各位来到这个地方 肯定要拿到一点东西回去 你说对不对啊 因为已经付出了这个代价 已经付出了这个代价 从很远的地方 甚至有的很多领导人 从国外来到这个地方 刚才我在一早的时候 我还甚至看到有领导人 拿着日本的国旗 都来到这个地方 当我们人全部聚集在一起 肯定的已经付出了这个代价 就一定要拿一点东西回去 所以到了现在这个时刻 我知道有可能吃饱午餐的时候 都会有时候有想要昏睡的感觉 不过不管怎样 提醒自己 已经付出了这个代价 拿一点东西回去 好不好 给你们自己本身一个热烈的掌声 好 刚才我们的飞马二领导 林静莹 静莹大哥有分享到很多很多 关于他自己本身的 尤其他讲到见证这一块的时候 我是充满着感触 那么刚好那个时候我的伙伴 我的一个同事就在我旁边 他也开始跟我讲起这个见证 他说 哇他那天听到一个伙伴说 包括刚才林静莹大哥有讲到的 哇那个鱼帐被切掉的 吃了鱼帐 然后鱼帐长回出来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蛤这样也相信啊 我不相信 换句话说 我知道很多情况 领导人吃下去很有感触 把这个鱼帐 或者是誉为小红豆 誉为这个鲜丹 鱼帐是鲜丹吗 是吗 吃了让你长生不老 没有这一回事各位伙伴 那么肯定的鱼帐树 肯定会有它的好的地方 要不然你不会看到 一件这么了不起的企业 存在在这个市场上 你不会看到成千上万的领导人 在这个公司里面 能够互相的配合 对不对啊 肯定有好的地方 所以不管怎样 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本身 这样的环境 提醒大家健康很重要 这样的一个环境 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不过 不要忽略说 认为说吃不爹 长生不老 甚至有的情况 听到一些这样的情况说 吃不爹不会死 吃不爹感冒吃不爹 牙齿痛吃不爹 脚痛吃不爹 中罚丹吃不爹 不要这样想 不要这样想 因为没有这一回事 是不是啊 肯定的他有所帮助 肯定 而我也很清楚知道 有很多见证 我们没办法讲出来 不要讲出来 也讲不出来 当你讲出来的时候 别人讲你是诈骗集团 很多情况还要打折 所以刚才你听到的 只是在庞大的见证里面的冰山一角 那我们不要说他肯定好 肯定百分之百会好 不过有没有帮助 有可能你可能说 他说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这个某一些情况 困扰他很多年 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有可能他昨天晚上吃了一颗青菜 让他好起来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我很难说的 对不对啊 碰巧他也吃了这个 这样的情况 让他精神抖擞 生活品质改善 那么讲到这个精神抖擞 生活品质改善呢 在台湾这个地方呢 我们必须得这样说 因为我们在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市场 我们在那个市场想要配合 总要遵从那个国家的 或者是那个市场的一些法律 你说对不对啊 所以我知道 纵使再大的感触 再大的感动 在台湾还是精神抖擞 生活品质改善就好 好不好 因为你甚至可以这样谈啊 如果说你有这个 举一个例子 你说你有这个痛风 你痛风你的脚很痛 带给你生活很大的困扰 你的生活品质好不好 肯定的不好嘛 是不是啊 那肯定的不好的情况 有一个可能你的机遇 把你自己故事讲出来 某一些机遇 因为你把这个 吃进去的时候 那么你生活品质改善 精神抖擞 这样就已经毫无疑问的 把那个见证有讲出来 是不是啊 我在这个情况底下 符合这个法规的情况底下 我们把我们自己本身的感触和感动 这样表达出来 这样的情况就很好了 这样好不好 这样的情况在我们未来打拼的岁月里面 当我们的业绩再大 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不会有太多首尾 当然我们也很清楚知道 在领导人打拼的过程 不简单 当你讲要邀约一个伙伴 或者是你开口跟他谈 或者是在这个做销售的过程 在建立团队的过程 不简单 也有可能有很多领导人 在这个过程中 看着一个家庭的 整个家庭的成员 精神抖守 生活品质改善 他有很大的感触 不过不管怎样 让我们一起在台湾这个地方 按照可以允许的情况 把这一份感动 把这一份感触 分享给所有的台湾人 好不好 好了 那么领袖培训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呢 到了我们第二个非常了不起的讲师 那么这个讲师 老师说 我对他 看到他的时候 有时候 可以看到好像爸爸这样的一个背影 虽然他挺年轻的 挺年轻 那一层关系好像是长辈 又好像是兄弟 又好像是伙伴的一层这样的关系 很复杂这样的关系 我对他的尊敬是非常非常的高 当我第一次 人生过程中第一次来到台湾的时候 见到了几个人 几个领导人 其中一个就是他 那时候我很清楚的记得 他长什么样子 身体胖胖的 不可以说 为胖为胖 我们说的为胖 那么 我长这么大 都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男人 梳刘海 他是我第一个看到那个男人 梳着刘海头 那时候我对他的印象 我记得很诚恳的一个人 很老实的一个人 就是简单来说 你感觉到他说不会讲骗话 当然感觉是感觉嘛 是不是啊 表面还是可以装扮出来 不过在这段几年的时间 配合里面 我对这个人 这个领导人有很深刻的了解 他可以为了他的伙伴 付出他的所有 当那伙伴有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付汤导火 去帮助身边的伙伴 甚至可以早期的时候很用心 包括现在我相信他也是很用心 驾着他的车 在这些行动 不是怎么方便的伙伴们 从中立这个地方去到台北 台北这个地方又去到中立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要 让这个行动不方便的伙伴 长辈去参加这样的会议 去在这个会议里面得到一点东西 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出色 非常了不起的讲师 从他的组织 一个人变成现在 在台湾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 也不单止在台湾 基本上我个人觉得 同样的他在reway国际 扮演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拥有的组织数以千人 达到万人的一个情况 个性非常的正直 非常的积极正面 有时候 当我想要跟他讲一点点消极的 他甚至还会纠正我 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想不想见一下 想不想见他 想不想见他 所以等一下呢 要以最热烈的掌声 邀请我们的飞马三领导 唱正修 哇这个四面台 光是鞠躬就要360度了 刚刚哈 先自我介绍一下 小弟叫邱振修 今年18岁 没有我是学阿泰他们 他每次都这样拐我的 那刚刚呢 听泰 就是我们台湾区的总经理 陈嘉惠陈总经理 在介绍我的时候 坦白讲 刚刚坐在台下 真的是坐立不安 感觉好像什么 你知道吗 腿软掉啊 跑不太上来 因为跟他太熟了 从台湾 我们五年前 决定要好好来打拼 这个reway事业到现在 他刚刚讲说 他看到我好像看到他爸爸 我觉得有点夸张 明明看起来像哥哥 他说是爸爸 虽然年纪我们差了一段 将近快 应该十六七岁有 但是呢 像长辈 像孰父辈 不过呢 我发觉 以前我们刚开始接触 Tay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说 他虽然是一个年轻人 差不多才三十出头岁而已 可是呢 我发觉 他好像在reway短短的时间 突然之间成长了十岁 二十岁这样子 所以感觉上还是什么 很 很成熟 尤其他在老板跟拿渡的身边 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 来到台湾 来教导我们的时候 感觉好像比我们懂得多很多 后来我才发觉 他每一次都是多我们一招而已 可是那一招就比我们好用很多 那今天呢 坦白讲 这个我们台湾区的这个领袖培训会 我们有三位讲师 再加上我们的陈总经理 我们总共有四位领导人 刚刚从早上 我们一进来这个会场 我不晓得各位有什么感觉 各位你有什么感觉 第一次来参加的 伙伴们 你们觉得进到这个会场 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是不是感觉很震撼 一个培训会 可以搞一个四面台 不是表扬会 不是什么演唱会 就是一个培训会 他已经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所以当我们进来到这个会场的时候 我个人 我真的是 四面台 我记得 我们第一次站在四面台上 被表扬是在新加坡 在台湾 能够站上这个四面台 对我来讲是第一次 我们今天的三位分享者 我相信三位讲师也都一样 是第一次在这样子的四面台上面分享 所以呢昨天晚上来彩排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直在想 我们今天到底要面对哪一边啊 感觉上每一边都很重要对不对 很怕向着前面 后面的人一直看我屁股 又不可以喔 所以我要转过来 转过来这边 等一下左右两边说没看到 所以我又转这边 然后等下又转这边 然后就看到台上有一个人 从四面八方这样一直转 一直转 转到自己头都晕掉了 所以我刚刚 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在练习说 今天我们要谈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 包括我们的言语上 包括我们的肢体语言上 都能够尽量的把它做到最好 这就是一个领导人嘛 所以呢今天 如果你感觉到你头有点昏 就是看到我们这样一直转 你感觉到很昏的话 请各位见谅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好 那 刚刚坦白讲 我们早上 听到了我们的飞马铃队二 金银大哥分享了最理想的平台嘛 对不对 你听到那两个小时的演讲以后 你有什么感觉 你会不会感觉 你很想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 你可能会马上怎么样 跟你带你来的朋友讲说 我很想怎么样 立刻加入你们的行列来 就是有一股冲动 包括我自己本身 在Reway已经经营了大概五年的时间 我光是听到金银大哥讲的那一两个小时的课程 我都自己感觉到很兴奋 那种兴奋的感觉 好像刚开始接触到Reway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 能够把这样子完完整整的告诉我Reway的这个现况 他的这个平台的这个所提供出来这个整个环境的话 我告诉你 可能啊 可能我们现在的成就又不止于此了 不用搞了三四年才败上这个飞马 我相信现在如果说以Reway所提供出来的这个环境 我相信只要你有心 有那个决心想要经营Reway的话 可能一年两年的时间 你已经可以达到像我们前排的这些领导人一样 已经成就非常的好了 所以呢 我个人我在想 当时啊 我还没有来接触Reway的时候 其实各位知道我有16年的志工背景 那时候坦白讲 我在这16年里面我也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可是呢 我发觉我在做志工的时候 我凭着一股的热忱 我想要对社会有所贡献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觉得我还是很努力 也很认真 可是在做志工的这个16年里面 坦白讲 物质上是很缺乏的 也就是说我是全职在做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收入 可是在这16年里面 我有沒有得到东西 坦白讲 有很多 我得到了很多心灵上的满足 那种内心的满足呢 让我能够支持着我这样一路这样走了16年 可是 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发觉 我竟然把自己做到了什么 身体不健康 甚至于什么 我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甚至欠了银行几百万的负债 那我在想 这么好的一个志工的行业 为什么我会把它做到像这样子呢 其实在于什么 在于我自己本身 我觉得我没有好好的什么 去规划 没有真正的去把它 利用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把它发挥的很好 尤其在做志工的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发觉 有时候你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可是你的能力做不到 好 比如说 我们想要办一个很大的活动 需不需要钱啊 要不要钱 可是问题是我有没有钱 我没有钱 所以我必须要什么 去跟人家募款 我要去跟人家募款 我要募一些钱来办这样的活动 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到这边 参加这样的领袖培训会 各位 你的推荐人或是带你来的朋友 他有跟你收一毛钱吗 有没有 你有付任何的一毛钱吗 有的举手 完全就是reway公司 怎么样 提供办这样子的一个会议 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来让我们免费来参与 各位说对吗 所以我们为我们reway 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 所以我自己本身在从事志工的时候 我就发觉有这么一点点的遗憾 就是说我想要去做更多 可是我做不到 为什么 我必须要求助于人 我自己没有能力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坦白讲 没有经济条件 所以我想要贡献 顶多是什么 我能够出我的劳力 出一些技术 可是我想要帮忙 做更大的时候 却没有办法 尤其坦白讲 做志工的时候 如果你要人家来赞助你 如果经济条件好的时候 比如说时机很好 哇 这些大老板 都很愿意出的 五千 一万 两万 他们都没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你遇到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你跟他募个两千 五千 两千 三千 四千 五千 他就会说 最近经济环境不好 看能不能捐少一点 那你自己本身 你又要去 办一个活动 需要这么多的经费 可是呢 你又不知道经济来源 不充足的时候 那样子的话 你心里面会不会慌 哇 那时候真的是很压力 可是呢 你又不得不 你也不可能说 哎呀 你再多捐一点嘛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人家愿意贡献 我们已经很感恩了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有一天有机会 能够成为那个可以贡献的人 结果呢 皇天不负苦心人 我常说我自己个人 我是因祸得福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在做志工这16年 真的是很认真 很卖命 日以继业这样 结果呢 把自己身体搞坏掉 大概就在十年前 跟日月大概差不多那个时间点 日月刚成立的时候 刚好那个我的身体出了状况 然后呢 我生病了三年 那三年里面真的是蛮辛苦的 好 然后 很幸运的 刚好呢 在台湾呢 就是我们刚刚 我们金益大哥提到的 就是我们的飞马林队 即将成为5的 我们的邱彦豪 好 我们的彦豪 好 他刚好有接触到Petyr这个产品 后来也分享给我们的 我的推荐人 借各位的掌声 我们的飞马林队2 吕欢云 好 因为他们 刚好那时候我 刚好跟他们在同一家公司 所以我们 透过 欢云跟彦豪的分享以后 我知道了这个产品 然后用短短两年的时间 帮到了我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很感恩 然后那时候呢 我就想说 嗯 有这么好的产品 它既然能够帮得到我 应该也可以什么样 帮得到别人 我就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一个 相信呢 我接触到了Reway 后来我在接触Reway的时候呢 我才发觉 Reway一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所以我现在想要谈一谈 十年前 当然十年前我还没有来到Reway 对啦 不过呢 我看到了一幅照片 我给各位看一下 各位看到了吗 这是谁 我们老板 林文峰总裁 十年前 他在一个两坪大的办公室 带着听说四位老人啊 在那个马来西亚的大三角 开始从事我们的这个Reway 这样子 而且呢 很夸张的是 当时我有听到我们 几位副总裁 Nadu Kenny Claudia 还有IBC 他们三位副总裁 那时候是副总裁 他们在谈 当时老板在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 他谈了很多很多 那时候呢 他甚至于说 他说 他从来 不担心Reway没有业绩 你看做这个办公室的人 他跟你讲说怎么样 他不担心我们的产品卖不出 没有业绩 他是怕什么样你知道吗 怕他以后Reway做大了以后 他成功了以后怎么样 他会不会能够本着他的初衷 莫忘初衷 本着他刚开始创立Reway的时候 的那一种心态 各位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场景 然后听到那个人在跟你讲说 未来他要成为世界第一 然后他的公司未来会做到多大 然后会去到哪里 你第一个想法会是什么 你遇到了什么 你遇到什么 好像老千这样子 就很会画大饼这样子 可是呢 尤其你在看 Reway刚开始的时候 这一张 Reway十年前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一个 这是表扬会的 不是培训会的 表扬会 用一个那个什么 用一个好像帐篷这样子搭一搭 然后几个塑胶椅 然后几个人 这样坐在那里 Reway从这样子的情况开始的 到今天 你不要去说别的地方 光是你看到我们今天 这样子的一个会场 各位 你有没有觉得很夸张 这只是我们台湾区的 还不是整个Reway 整个Reway现在已经发展到 第八个第九个国家了 而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那时候我还听过我们副总台讲 什么你知道吗 有一次老板就跟他 在推荐他们的时候 跟他讲说 我等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我要去做那个meeting的时候 在会议的时候呢 要去谈 结果呢 老板就带着我们的副总裁去 去到那个小小的一个办公室的时候 差不多就像这样 就是大概两三排的人 然后呢 年纪呢 都是怎么样 都是大概六七十岁以上 就是上了年纪的人 那他们呢怎么样 就开始老板在上面谈谈谈 老板说因为很重要嘛 所以呢我们副总裁就跟着去 一看 哇台下三三两两只有几只小猫而已 然后呢他就开始在那边谈 然后底下的人你知道发生什么事 有些人就开始怎么样 就开始打瞌睡 然后有些人呢 就好像眼神呆滞 不知道在讲什么 可是老板在台上呢 他自己却讲得很兴奋 哇讲说我们要怎么样 下一个我们的表扬大会里面 我们有什么样的舞台布置 还会喷烟花的 然后还会天女散花的 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 瑞瑞的美女 会帮各位牵到台上去 反正就是讲了很多的画面 然后台下的人还是继续睡 就是他还是一样很兴奋一直谈一直谈 可是这些人一样 所以呢我曾经听过一个人在表达说 瑞瑞的开始啊 很像一个人 各位知道 孔老夫子各位知道吗 孔老夫子知道吗 孔老夫子 孔老夫子是什么人 孔老夫子是什么人 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伟大的思想家 对不对 伟大的改革家 实践家 什么家 可是我听到那个领导人跟我讲 不是 瑞瑞的开始很像孔子 是因为孔子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老人家 瑞瑞的开始就是有很多的老人家 也就是说 瑞瑞的开始是很多的孔老夫子 孔子在里面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的组织有很多的老人家 恭喜你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像孔老夫子一样 是老人家来的 所以瑞瑞的开始就告诉我们 什么 充满了希望 所以人家讲说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人要什么 越老越是宝 我们要越活越有价值 各位说对吗 所以瑞瑞的一开始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说 瑞瑞 我们现在看到瑞瑞这个场面 哇吓死人了 可是你要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这样 就是今天所各位看到的这个照片 然后 当然 台湾 我讲台湾 又讲回我们台湾 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个荣景啊 刚刚 Pay 有跟大家报告 他刚认识我的时候 他说 他认识到有一个会输刘海的 其实我也不太记得 我那时候是不是有流刘海 我看这张照片看看 还好嘛 并不是 就是说我们台湾刚开始的时候 也有四个人 这边你有看到有谁 有我们的飞马领队伍燕豪 我们飞马领队伍欢云 还有我 邱真修 还少一个 最左边那一个 是吧 最左边那一个 那还有一个我们的孔雀领队 我们的谢锦仁 谢大哥在那里 我们谢大哥 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 他在帮我们拍照 所以你没看到他 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台湾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 不是一开始就是各位 现在所看到的规模 我们也是从四个人 完全对于直销都不懂 然后呢又来了一个 就是我们的Tay 就是我们的陈总经理 来到台湾 他也是刚加入绿位不久 他懂得 就比我们多那么一招而已 可是呢 就在我们这样共同的努力之下 不断的去学习 不断的去努力 从不会到会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慢慢才有今天 reway的一个规模 这个是我们去年六月 在新加坡的十周年庆 各位看到了吗 为我们reway的成绩 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 十年啊 十年磨一剑 磨到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规模 包括在台湾 你看 现在也是国际的舞台 国际的舞台 我们在高雄巨蛋 办的三月份办的那个 也是一样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所以 这个都是一点一滴慢慢累积起来的 各位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几年当中 变化这么大 各位想清楚了解吗 想吗 有没有很想 不要打瞌睡好不好 可以啦 我常讲说 我的分享是可以睡觉的 但是注意一下 不要发出声音来好不好 静静的 可以的 闭目扬神一下 是可以的 但是 我想要所表达的是 如果今天单是靠我们个人 你有没有办法做到 这样的一个结果 没有办法 他一定 势必要靠的是什么 团队的合作 所以 刚刚我们 金银大哥谈到了 最理想的平台 也就是说 当你认识到这个平台 你得到了这个机会以后 你要怎么样在这个平台里面 发挥得当 发挥到最好 你就必须要有个观念 就是要怎么样 建立你的组织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主题 叫做最理想的组织 各位在建立组织的过程当中 希不希望你的组织是健健康康 整整齐齐 希望吗 真的是希望 我觉得我可以提供一个例子给各位 各位看一下我们reway 我刚刚谈到的这个reway 我们在reway 它就是做到了 让我们为榜样的一个 最棒的一个组织 我刚刚讲到老板在十年前 然后从一个人 两个人 到现在有整班人 到现在整个reway的这个组织 而在reway的组织里面 不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我们这些直销商 在reway的组织里面 它还包括了什么 在我们的幕后 就是背后各位所看到的 在忙进忙出的这些 背后的这些reway的员工们 坦白讲 我从来进到reway的第一天到现在 不敢对我们reway的这些 行政人员也好 这些幕后的这些工作人员 他们有一点点态度上的什么 不礼貌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本身 虽然是在reway上班 可是你会发觉 他们比我们更认真 比我们这些直销商更认真 为什么 他打一份工 可是你可以想象 你一份薪水 可是他可以24小时待命 然后为你做24小时 有时候key downkey到半夜 有时候还要很多客户的什么 埋怨申诉 还有什么 还要帮忙飞到国外去 帮忙去办一些会议什么的 你在一般你的职场上 你一个月领人家几万块 老板如果叫你做24小时 你愿意吗 你会愿意吗 我看其实是很少人会愿意 对吗 可是你看reway的这些员工 他们却每一个人 把这样子的一份工作 当成是他自己的公司 所以他可以做到怎么样 虽然他只是好像来这边打工 可是他把它当成自己的 什么 分内的事情在做 所以他每日每夜 飞来飞去再怎么忙碌 你很少 几乎是没有看到他们怎么样 有一种好像在态度上 就觉得说很 就是很懈怠啊 或是什么的 都没有 所以我很佩服他们 这个在reway所建立起来的这样子 在老板的带领 尤其刚刚各位有没有看到 他们在韩国的那个影片啊 有没有 老板办的那个员工的尾牙 你有没有感觉到他们就在一个什么 真正的一个幸福企业里面 所以reway的这个组织呢 除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的规模 我们这些直销商 各位都是一个大老板 当然我们自己的事业 我们一定是很认真在做的 可是在背后 其实有很多人 也是在帮着我们 甚至比我们付出的更多 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 在reway这个平台里面怎么样 更加的成功 所以我们再一次为这些幕后的英雄 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 真的很谢谢他们 可是我发觉reway其实还有第三个组织 就是跟我们reway配合的这些 这些厂商也是不得了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跟reway合作过以后 他们发觉这样的一个事业合作佛伴 太值得尊敬 所以跟着我们reway的这个脚步 无形当中这些合作的这些什么 厂商们也跟着怎么样 我们reway一起成长 我以往比如说像以我们刚刚谈到的 这个周年庆 你刚看到我们那个场面 两三万人 叫做万人宴 光是那些餐桌 那些碗筷 那些碟 那个餐盘 还有服务人员 你可以想像得到 如果是一家餐厅 他有没有办法办到这样子大 而且每一个桌子 椅子 盘子 筷子 碗 都要同样的规格 如果这个厂商他本身的素质不够的话 你觉得他能不能做到我们要求的标准 没有办法 可是在reway合作过的每一个厂商 我发觉他们都会因着我们reway的这个标准 他们自己本身也会怎么样 也会跟着上来 所以一路以来我所看到的 我们每一次reway办的活动 这些配合的厂商们 哇都办得怎么样 真的在外面都是见不到的 所以光是看到这些组织的规模 我们就可以知道 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组织 但是容不容易 不容易 并不容易 你有时候 我们自己本身 想要去聚我们的人 不要说像reway这样聚成千上万的人 有时候我们领导人 要聚我们的一个伙伴 说我们来开个什么会议 不用你飞出国 光是说你今天来高雄 他说哎哟 又要我去哪里 有什么重要的事 来讲一讲就好了 你有没有办法像reway 我们现在这样子 你看一个培训会 你看也还有包高铁的 包飞机的 包游览车的 对不对 自己开车的 还有走路的 还有骑脚踏车的 全部集合在这边 对不对 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容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你要真的是看懂 人家说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你要看得懂这个门道 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 真的想要去聚一些人 就已经不容易了 何况说像今天这样的一个规模 所以这个值得我们来学习 而我们要 我们知道 今天如果我要在reway里面成功 我刚刚提到的 不可能靠我们个人怎么样 单打独斗 那你要怎么样去 能够帮助到你 可以快速成功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刚讲 就是要建立属于你自己的组织 而建立组织 有没有一些条件 要不要需不需要有一些重点 要 好 第一个就是说组织 构成的要件 第一个就是什么 要有人才 讲到我们这个行业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人 因为我们是在做什么 人的事业 而且 我们一切的组织 最重要的主体就是人 我们要把人的关系做好 今天才有办法怎么样 再带动整个组织做出一个庞大的业绩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人 怎么样 变成一个人才 这是一个重点 而我们讲到人 其实可以简单的 分为几个层次 在社会上 我讲说在社会上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分几个层次 各位可以去参考 第一个就是什么 俗称的叫做什么 叫人渣 人渣 什么叫人渣 就是说你叫他这个 他也不会 你叫他做那个 他说他也不要 反正你叫他做什么 他都不要就对了 他就说我不知道 我不会 我不要 好像你做这个也不行 做这个也不行 什么他都不要就对了 整个人好像烂你一样 反正他就是随波逐流 环境帮他丢到哪里去 他就跟着这样走 那个叫做所谓的人渣 你要做 对社会来讲 他就是变成一种 好像是一种寄生 寄生在这个社会的 一个某一个角落这样 那个叫做人渣 第二种人 叫做人守 也就是说他今天 你要叫他负责什么责任 他没办法 可是呢你叫他帮忙 做什么他可以 你叫他做这个他好 做那个他也可以 那个叫做人守 这是第二种人 社会上还有第三种人 就是我讲的这个人才 这种人才呢 他基本上就是他本身的 这种能力还不错 这种人才基本上呢 都会比较难带一点点 就是说他本身因为 他认为他的能力不错的时候呢 你要他做什么 他会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自己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 那他的这些想法呢 有时候甚至于什么 你要带动他的时候 这种所谓的人才可能是 他会在你的对面多开一家 跟你一样的店的那种的 那叫做人才 所以这种人才呢 基本上呢 都是没有那么容易带 不过呢 还是有方法 再来一种呢 就是叫做人物 社会上的最 最顶尖的叫做人物 可能就是几百个里面 会出现一个 或是几千个人里面 会出现 这叫人物级的 就是说他真的是可以 扛起所有的责任 然后呢 拥有一番的作为 对于整个社会是非常有贡献 这叫做人物 那我们今天要建立一个组织 我觉得基本上 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 最少是一个人才 最少要让自己成为那个人才 你要建立你的组织 第一个你要先让自己成为那个人才 那我们讲到这个人才的时候呢 你会想 很多时候我会听到 有一些领导人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喔 邱大哥 如果我去推荐这个人进来 他在社会上怎么样 拥有很高的地位 拥有很广阔的人脉 然后呢 他本身的实力又雄厚 那这个人如果推荐进来以后 哇就好谁了 就下一个邱燕好了 只要进到你的组织来啊 就推荐到这个人 他就是下一个吕欢云啊 下一个金银大哥啦 下一个谁 你觉得有可能吗 如果他本身在传统产业里面 说他原来的职场上 他已经拥有这么高的一个成就 你觉得这样的人 他进到你的组织里面 他会让你那么容易去影响吗 你觉得呢 容易吗 蛤 并不容易 我相信 因为什么 因为他有他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 是吗 所以他今天他要 他要你去影响他 并没有那么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与其 你一直要去找这样的人 不如我觉得 你可以去怎么样 找到另外一种 我所谓的人才 就是所谓的态度好 服从性家 然后呢容易配合 然后甚至他可以懂得什么 空杯学习的人 如果一个人 愿意放下他原来 原来所学 然后呢进到这个环境里面来 愿意让自己整个是空杯 然后呢慢慢来学习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的 所谓的人才 否则你光是要去 影响那个我刚刚谈到的时候 他原来就有所成就的人 然后你要去影响他 你要花多少的时间你知道吗 你刚刚有听到光是 我们的燕豪去影响我们的 金银大哥花了几年 四年啊 我跟欢云 我们不是什么 什么在社会上 我一个当志工的欢迎是上班 像林家小女孩这样 所以燕豪跟我们讲一讲 我们就进来了 开玩笑的啦 就是说我们其实基本上就是 你今天要建立这组织 所谓的人 你要把一个人变成人才的过程里面 第一个选择的挑战 我觉得马云也讲过同样的话 他说他在用人的过程当中 他不会去找那些所谓的能力特别强啊 或是说自以为是的 他反而会以他的态度为他第一个考虑的 如果这个人他的态度是好的 是对的 然后又愿意空杯学习的人 他反而觉得这样子的人 他会怎么样 他就算能力稍微差一点 他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怎么样 慢慢来学习 你不用担心的 只要他肯好好的 就像刚刚我们金益大哥有强到一个重点 每会必到每道必会 我来reway第一句话也是学到这个 你一定要每会必到每道必会 我已经听了五年 也做了五年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可是越简单我觉得越难 有时候太简单的要你一直重复做 你反而做不到 以前我们在学书法的时候 写什么字最难你知道吗 写一最难啊 一啊 因为太简单了 所以最难写 因为每一个写起来都不太一样 所以同样的 我们要把一个人能够变成人才 其实他这个是要有过程有方法 第一个就是把态度先做正确来 然后配合度好一点 成为一个最好配合的一个人 然后呢 把这个人才呢 要摆对位置 但是我常说摆错位置的东西就叫做垃圾 人也是一样 你东西摆错就会变垃圾嘛 人也是一样 什么样的人摆在什么位置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今天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去发挥啊 同样的你要把这个人摆对位置 让他能够怎么样 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去发挥出来 而人才的培养 也是要靠什么 环境 我常讲啊 五年前 在台湾 根本没有现在各位所看到的环境 我们那时候想要学习 只有怎么样 几个人 然后打了机票 然后到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 去上一样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不可能说 在台湾我们这边就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想要做什么 就是只能到国外到新马去学习 而今天在台湾 是不是拥有所有所有的会议 都在我们台湾自己这边办啊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现在的伙伴 会员来讲 真的都是太幸福也太幸运了 你不用像我们早期这样子 很辛苦的飞来飞去跑来跑去 你只要好好的在我们台湾 你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什么样的会议都非常简单 我常讲台湾从北到南才多少公里啊 才四百公里而已 从最北到最南啊 从台北就算来到高雄啊 也不过才三百多公里啊 开车三四个小时就到了 不用你要搭飞机飞个几千公里到国外去 不需要 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我们要珍惜 所以我们要把人 培养成为一个人才 我刚刚有谈到 就是要有一个环境 因为环境就是什么 就是结果嘛 环境就是结果 你一个人如果从小就是被猩猩猴子养大 他就会变什么 他就是变成人缘泰山了嘛 就是偶尤一偶尤这样子 那个泰山啊对不对 如果一个小孩baby 他从小在一个贵族的家庭长大呢 所以环境非常重要 你要拥有什么样的人才 你必须要去建立那样的一个环境 而reway已经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完善的环境 来让我们跟从而已 所以我们要进到这个环境来学习 你自然而然一段时间以后 你就会变成俗称的所谓的人才 刚开始我们能力不好没关系 都是学来的 一开始不管是燕豪欢迎或是我谢大哥 我们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包括金银大哥他们刚进来的时候 我相信对直销这个行业也是一窍不通啊 要怎么样去建立主持 我们也是一窍不通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愿意学习 从头开始注重基本功 把每一场的这个会议呢 我们好好的跟随 好好的来了解 好好的吸收 到有一天你自然而然能够就像我们站在这个舞台 怎么样去分享你的成功经验 所以对于人才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而我们建立组组织的第二个就是除了我们要有人 而且在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常讲 不是你的组织人多人少 而是你建立这个组织的时候有多少是你的什么骨干啊 就是动良之财啊 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这个身体没有骨骼的话 如果都是肉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站在这边 我有没有办法站在这边 没有啊 所以骨骼很重要 一个组织里面 到底有多少是我们的骨骼啊 这个很重要 不是你有多少人就好了 如果那些人都不是态度正确的人 就算你再多的乌合之众都没有用 我宁可怎么样 我的人少少 可是每一个都是什么 都是精兵啊 就是说每一个都是态度良好的人 这样子的一个团队跟组织 他就会变得很有力量 所以你要去看 曾经我听过我们有一个领导人 曾经问过老板 他说老板你看一下 我的正爱的组织上百人耶 这样子很得意跟老板这样讲 结果你知道吗 老板给他看一看以后 他说你的组织里面只有一个半啊 你的组织只有一个半的人 他说怎么可能 我的组织有整百人耶 他说没有只有一个半 一个就是你 一个就是某某人 他算半个而已 他当时就很惊讶 为什么他整百人的组织里面 老板只看到一个半呢 原来那一个半个人啊 就是他是 还不是真正的一个领导人 他只是成为想要成为领导人 这样子而已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培育人才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把人往环境里面带 让他们先学习到一个正确的态度 如果有人有正确的态度 然后他还很努力的很认真的去学习 这样子才有机会成为我们真正要的人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在组织构成的要件里面呢 第二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要有凝聚力 当然你要凝聚一群人 容易吗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我刚刚有讲 你不要小看今天这个场面 将近万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会议 你去想 我刚刚提到的 如果你自己本身想要去凝聚几个人 都没有那么容易的 可是在reway里面 他已经做到了 他为什么会做到 当然凝聚人有很多的方法 包括你去大卖场 各位有去过大卖场吗 你在大卖场里面 有没有看到很多时候 哇 可能有一堆那个衣服 或是一堆什么商品 很便宜有没有 哇 那大家都在那边挑啊 挑那个衣服啊 挑那个产品 哇 不知道什么商品 然后本来可能 他那个产品 可能一件本来是一百块 变成一件只要十块 你会不会想要去看看 会啊 然后就会有一群人 被聚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尤其有时候 你看那个卖衣服的更厉害 他给你挂说本来一件一百 然后呢 帮你放在那一堆 一样的地方 一样的东西 可能他只要一件五十块 你会去选那一百块还是选五十块 你肯定去选那五十块嘛 因为便宜嘛 是吗 就会一堆人在那边挑啊挑啊挑啊 那样子是不是可以聚合一些人 同样的 可是呢 你看喔 很多的直销公司 他也会用一些方法来把人聚在一起 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钱嘛 对不对 用一堆钱去吸引一些人去聚合在一个地方啊 好 比如说他可能摆了一堆钱在这边 然后大家为了要得到 诶 那可能等一下有分红啊有什么 所以他们就怎么样 因为看到那些钱 他有来参加的 等一下每个人喔 各位注意听喔 打课睡就没有了喔 等一下出去的时候 记得跟那个旁边的工作人员 一个人换一百块的礼券这样 就是说他可以怎么样 用一些招数啊 包括用钱来去吸引一些人 能够聚合在一起 而今天reway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聚合我们 他有没有摆一堆钱在上面 你有看到吗 可能这个舞台下面全部都是黄金喔 有没有可能 等一下拆舞台的时候 各位就搬一点走 会吗是不是这样 是啊 这上面有黄金耶 书中自有黄金屋耶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在你听完这些课程的时候 会不会让你制造出一个更大的业绩 那是不是钱 那是钱 而reway其实他也是用钱 来帮我们大家聚合在一起 可是他不是直接给钱 他给什么 他投资一些钱 来给我们领导人有更大的一个价值 他让我们领导人产生了一些价值 比如说像我们在这边 对不对 大家聚合在这边 办这样子的领袖培训会 要不要花钱 我刚刚讲 这要花很多的钱 对不对 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 我们的表扬大会 包括我们的星级会议 建政会议 包括我们的精英领队之业 包括我们的飞马之业 各个大大小小的活动 花起来都是非常多的钱 各位认同吗 而这些钱 他是投资在什么 领导人的身上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得到一些价值 因为有了那些价值 所以我们才能够越来越成功 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聚合了我们每一个人 跟直接给钱有没有一样 是不一样 宁可我们今天投资一些钱 来给我们的领导人 得到那一份的价值 那这样的价值里面 他本身也拥有了什么 彼此之间也有了所谓的竞争 有了竞争 就会有所谓的生产力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来聚合我们每一个领导人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我们Reway的组织 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成功 就是因为看到了公司 这样子的一种聚合 凝聚的方式 让我们每位领导人 也很想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帮助到我们自己 在组织里面的所有的领袖 也能够同样得到 这样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们就会很愿意 怎样去贡献 所以这个凝聚力非常重要 你必须要先把这样子的一群人凝聚起来 先我常有时候看到很多的我们的领袖 他们在凝聚一些人的时候 坦白讲 有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 我常讲如果一个地方 我们都没办法去聚合一群人 不要讲哪里 光是我们高雄 这是哪一区 我们这边算哪一区 前镇 前镇区 如果一个前镇区有多少人口 应该有几十万人吧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地区 能不能先聚合五十个人 我们先不要去想太远 有些人在做组织的过程当中 他会一下子怎么样 说我哪里有人 我美国有人 我中国有人 我日本哪里 世界各国都有人 只有前镇没有人 只有台湾没有人 然后结果你去想 你那样要聚合他们容易吗 更不容易嘛 然后不如我们先怎样 把一个地方 先把一批少数的人先做好先 你要先学会锁人锁地方 把他们先聚合在一起 在聚合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刚讲的 你可以用一些方法 而我觉得Reway所教我们的这个方法 投资在领导人的身上 是最值得的 投资回组织是最值得的方法 先去聚合他们 然后聚合了这些人以后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就要让这些人 是不是人聚合在一起 就一定会有向心力 是吗 不一定喔 有时候聚合 有时候聚合我刚讲 他可能因为一些花招 让他能够聚在一起 然后曲中人善了以后 什么都没有留下 所以你要让一个组织 建立起来的过程当中 除了让他们凝聚起来 你还要怎么样 要让他们都有向心力 而向心力 而向心力容不容易出现 不容易 肯定这里面要有什么 他们要有一些人 有所牺牲 有所贡献 就俗称我们领导人 我们领导人 如果你今天不愿意为组织 去做出付出跟贡献 你觉得你的组织伙伴 会对你有向心力吗 我看很难喔 你可能连你自己 有时候都带不太动 所以你要让组织 对你有向心力 你就必须有所付出 那当组织 什么时候会看出 他有没有向心力 就是组织要发生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组织如果发生问题 你愿意在这个问题里面 你去把它解决掉 而你的组织伙伴 就会怎么样 开始对你怎么样 就是佩服 他会服你 他会服你的时候 他才有什么 才有可能 今天他怎么样 你说什么 他就会跟着你走 否则你讲是讲 就像我常常讲 如果我们在台上很会讲 可是我们在私底下 在做的时候 却是一直在闪避 在逃避 当组织伙伴有问题的时候 他找到你 然后你觉得 你只能怎么样 用闪躲的方式 这跟我没关 你会怎么样 结果你觉得 你的组织伙伴 会不会信任你 我看很难 同样的 我们领导人也是一样 我常说 我们如果自己 没有办法以得福人 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办法 真的做到表里如一 如果真的我们说到做到的话 其实你要让你的组织 对你有相信力是很难的 所以这个相信力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在这个相信力里面 你让你的组织 但是如果对你更加有幸福的时候呢 我相信你的团队 你的组织 肯定可以做到一个更大的东西 所以这个相信力 真的是我们每一个领导人 我们要引以为戒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 当面对问题来的时候 我们肯去扛起那个责任 那个会决定我们的组织 能不能继续发展 再来就是所谓的生产力 讲到这个生产力呢 一个组织 它拥有了人才 拥有了凝聚力 拥有了向心力 这样子就够了吗 它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做组织行销 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 还是必须要有一个生产力 所谓的业绩 如果一个组织 它是没有业绩 没有生产力的 这个组织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组织 是不是一个理想的组织 并不是 所以你要拥有生产力 你要让自己 就是说整个团队 创造出更大的一个业绩 它其实是有方法 它这个方法呢 就是说你第一个 你的组织 要让它整个能够活动起来 它有几个要件 第一个 在组织里面 要有人 在挑战接聘 各位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 可能你不懂 什么叫做接聘 就是我们Reway 它有几个过程 就是你做到了 有一星 二星 三星 金银三星 孔雀 凤凰 麒麟 然后天鹰 然后飞马 现在最高的是什么 天龙首席 总共有十个接聘 那在我们这个接聘里面呢 代表了你不同的收入 我常跟伙伴讲 你如果这个月 你想要月收入有十万块 你就一定要怎么样 想办法去什么 挑战一星 我们的星级领袖 让你收入有大概十万左右 如果你想要二十万 你就去挑战二星 你想要三十万 你就去挑战三星 按照这样的一个接聘呢 去规划 然后去得到你该有的这个收入 在Reway 从来喔 像早期喔 我听到老板他们谈过 以前啊 他们在做别的直销公司的时候 光是你要去 去领一个 领一个所谓的支票啊 就是说你的收入 比如说你可能领个十万 二十万的时候 他就会发觉怎么样 你知道吗 发觉 要被老板 他们原来的那个老板去怎么样 去练一轮就对了 就去讲一堆话 然后他的什么 他的支票才可能给你 可是在Reway 并不是这样子 在Reway 你永远你会听到 我们的这个CMT的管理层 他跟你讲说 你还可以领更多 当你领十万的时候 他说 你其实可以再领更多 你领五十万的时候 他说你可以再领更多 你领到一百万的时候 他还在跟你讲说 你还可以领到更多 永远就觉得说 我们好像赚的不够多这样子 完全不同于其他的公司 所以今天公司所设定的这个目标呢 其实我们只要按部就班的去做到 其实你相对你就开始改变了 你的收入也好 你的健康只要对产品 你有认真在吃 然后呢你努力的去分享 我相信在这个Reway的收入 绝对可以远远超过你所想要的 所以要挑战这个接聘的过程当中 各位你要先对制度的了解 这个在今天我就不多谈 所以第一个你要让组织动起来 让组织有生产力 第一个你要有人在挑战 以接聘哪怕一心二心 每个人每个月 我常也跟很多的伙伴讲 当然我们看到了 在这些前排的这些领导人 他们都有什么 最少都是年薪过千万 在Reway的Timmy Lee以上 最少都是年薪过千万 这样子棒棒 这样的收入 好像不太太少是吗 你这边有年薪过千万的 有很多吗 应该不容易啦 这些前排的领导人都很变态的 他们年薪都是过千万的 要不要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 他们都是我们要去追求的目标 是吗 因为我们还没做到嘛 当你做到的时候 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所以这个接聘 为什么我这么注重接聘 就是说当你自己有规划 你往更高的目标接聘去挑战的时候 就等同你的收入往上又进了一阶 第二个就是 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去Five 为何而做比如何做更重要 是吗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今天来到Five 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你的动机是什么 你如果做到了 比如说你今天如果能够做到 比如说我这个月我能够做到 一星二星三星 我能够做到孔雀 那这样子的话你做到的时候 你会得到什么 你要很清楚你会得到什么 所以这个动机很重要 我常讲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的 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 人家叫我做所以我做 哇那个很辛苦 如果你都不知道你的方向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去拼 有些人说因为我想要让我的家人 过更好的日子可不可以 我想要让我的老婆孩子 或是我的父母亲 能够过更舒服的日子 所以我今天在Five 我要努力我要打拼 哇也是这样 或是说他想要圆人生的一个梦 他想要让他自己的人生 过着不一样的生活 这个就是我们的动机 那你要去做到你要不要努力啊 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在很多时候 我们也很努力 可是怎么样 没有机会 甚至于努力做方向的时候 那你的努力 所以选择比什么 努力更重要嘛 而坚持又比什么 选择更重要 所以我常跟很多的伙伴讲 你做对的选择 接下来就是什么 你选择的reway就是做对的选择 而你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 要坚持到底 因为你要坚持到最后 一定要做到什么 成功为止 否则你千万不要放弃 因为有太多的人 已经成功给我们看了 如果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果 我们还不坚持的话 你还要到什么时候 你还要再努力到什么时候 所以reway这个平台呢 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 能够成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的这个动机 你一定要想清楚 我今天来到reway 我想要得到什么 我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动机你一定要想清楚 再来就是什么 在我们组织里面 我们领导人 当然会给很多的伙伴 很多想要在reway成功的人 激励与奖励 这个激励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课程 我们就是无非希望能够什么 能够激励各位 你要选择被激励 你不要讲说 哎呀他的口才也没有我好 对 可能你比我们都能够谈 但是问题是今天能够被选上这个舞台的人 都不是子老虎啊 都是真老虎啊 都是有实力的啊 为我们鼓励一下好吗 不是今天我们 我们说哦因为 呃比较会谈并不是啊 其实我们可能表达的没有各位好 可是今天因为我们在市场上是成功的 是因为我们做到了 我们希望把我们所懂的这些经验 我们不是专业讲师 所以我也不会一什么二什么这样子 就是大概把自己所懂的 能够分享给大家 是希望帮助大家 能够缩短你什么 成功的过程 所以在我们领导人 我们在自己成功以后 第一个想法是 如何帮助在座的各位 想成功的人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所以在这样的课程里面 我们希望能够激励给各位 希望各位能够被激励到 所以在同样我要让组织动起来也是一样 我们要常常去激励伙伴 不要去指责 我常觉得有些可能是求好心切 有时候会觉得那种叫做什么 恨铁不成钢 对不对 或是觉得烂泥浮不上墙这样子 所以就会很生气 可是我觉得人是需要被鼓励的 包括我自己本身 我觉得在我那时候刚开始做reway 我还记得那时候 Tay 不知道是怎么样去看 就是可能看到 因为他看得到我们的组织图 所以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坦白讲也是很认真的 可是认真就一定会有结果 不一定 那时候很认真很认真 七个月没有收入 七个月做不出业绩 然后如果你是公司的人 你觉得说这个没有业绩的 你还会不会理我 应该会把我们踢到旁边去 对不对 结果并不是 我后来做出一点点成绩的时候 我才听到了什么 那时候老板说 跟Tay交代说 Tay 这个邱大哥千万不要让他阵亡 七个月没有收入 所以那时候Tay也是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你看我就知道我不是生意人 是吗 讲生意肯定输给各位的 但是他看到我有那一份 想要成功的欲望 想要努力的拼劲 虽然都是乱作一通 乱枪打鸟 你知道 不知道哪一只鸟被我打到 不知道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有机会 我们就一直谈一直谈 这样子 结果谈到什么 真的终于 就是有开始到第八个月才开始有一点点的成绩出来 所以当时在我做最低落的时候 我发觉我的领导人 包括我们Tay 他们都是一直不断的去激发我 他希望我们能够怎么样 能够赶快成功 所以激励是我们每个领导人随时要提醒自己的 伙伴暂时做不出成绩 并不代表他不能够 所以我们常讲到一句话 很难 做reway难不难 很难 如果真的很容易 每个现在都是飞马了 对吧 很难 但是并不代表什么 不能够 昨天不能够不代表什么 今天不能够 今天不能够不代表明天不能够 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能够 那肯定各位都什么 都能够 为自己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 那时候我贫病交加了 五六年前我真的那时候是贫跟病会当朋友的 身体都不好 又负债那么多 我都能够了 我相信在座你的条件一定比我好的 对吗 所以我们要选择被激发 然后奖励 我跟你讲 肯定这些领导人 每个都很会奖励人的 你只要做到一点点他就奖励你了 你看公司是不是这样 老板就是这样 老板就是这样 老板就是这样子 他常常奖励我们的 对不对 动不动等一下来个什么活动 什么样的优惠 甚至于带我们出国去什么 去办很多的会议 那个是不是一种奖励 对啊 你看所以我们可以走遍世界各国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领导人 你必须要做到 这样子会让你的组织怎么样 一直活跃起来 在第四个就是什么 所谓的竞争 在这个竞争的环境里面呢 我常跟伙伴讲 其实在可以跟我们reway竞争的 并不是在外面的其他家公司啊 真正可以跟我们竞争的 就是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啊 就是你旁边那个人 就是你的敌人啊 对手啦 不能讲第一个 对手啦 外面的人根本没办法跟我们reway竞争的 各位认同吗 你看我们才花短短五六年的时间 我们即将成为什么 直销界台湾的什么 No.1耶 就在今年 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为我们自己reway热烈掌声鼓励一下 真的 你看我们另外那家A公司啊 已经几十年了耶 没有人能够超越它耶 结果莫名其妙 什么时候跑出一家reway公司 短短五六年 即将要成为什么 超越他们成为No.1耶 你光是想到这一点 你就会应该很什么 很兴奋 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 还没有啦 发生了没有 哎 快了 还没有 幸好他还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在场的人 都有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我们即将成为台湾第一 对吧 Yes 我们为我们自己鼓励一下 真的 因为我们就在写历史嘛 是吗 如果我们已经成为第一 各位 有没有历史可以写 当以后五年十年二十年后 你跟你的阿姨阿孙说 当初是阿公我阿嬷我 那当初你那位要不成为台湾第一 我刚才记住 我有贡献到呢 那当初我也是买一头起来吃 我也有贡献 对不对 是吧 我们就成为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即将要成为这样的时候 这种感觉 所以我常讲阿 在组织跟组织之间也有所谓的竞争 尤其当你看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团队里面 尤其在我们reway里面 你不要看耶 光是这些领导人的座位里面就有竞争了耶 各位有看出来吗 你可能新人你不懂啊 这里面有竞争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最大的座中间 你看那个Andy Soul就是最中间 因为他飞马7嘛对不对 然后艳豪飞马5就在他旁边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的范董于恩你看 他就这样 所以这里面就有力量了 各位有看出来吗 这里面的这个力量你看 飞马坐前面孔雀坐后面 是吧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去参加 就是我要决定做reway的五年前 就是五年前啦 我去参加就是马六甲一场领袖培训会 大概不到这边的人 不到这边的人喔 那时候我们台湾有七个人去 坐在最后一排 结果呢我在最后一排的时候 我光是要看台上啊 台上那个分享者喔 这么小 这么一咪咪 很远嘛 你看最后面那个看到我的时候 也是这样一咪咪小小的 结果我坐在 那个最后面的时候呢 哇我那时候就想说 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那么 就是要坐在后面 我们台湾人 怎么能够看小孩啊 没有不好意思啊 真的那时候的想法说 为什么就是要被排在最后面 对不对 我就在想 明年的今天啊 我要坐在前面这样 就从最后一面要跑到前面 结果我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条件 都搞不懂 就是一个想法而已 结果真的隔年啊 那时候刚好上到孔雀的时候 欸刚好有被排到位置了欸 所以你有机会喔 你要进到我们的神兽区里面 我们常讲说这个神兽区啊 这个VIP区里面 欸他们都有名字欸 这里面会有名字欸 所以你刚刚早上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 哇要赶快抢喔 哪边有位置 哪边有位置 你看这些 Timmy Lee 我们这些领导人 他们走路都很优雅的 他就要慢慢走进来 有没有 他慢慢讲 因为他知道他那边有个位置嘛 是吗 他不用在那边抢说 欸等下挤破头这样 所以这种竞争是什么 是良性的 同样在你的组织里面 你也要有这样子的一种 良性竞争在里面 有时候 你看 我们会讲说 某某领导人 哇他最近他的组织里面 哇又诞生了什么 又诞生了一位孔雀领队 或是又诞生了一个飞马领队 哇我们这些其他组织的领导人 听到会怎么样 哇他们又进步了 哇他们的组织又更扩大了 然后我们就会想要怎么样 想要去什么 跟他学习再去追 这样子 包括什么 包括现在我们有八个分行 八个国家 不是八个分行 八个国家 你看 刚刚你有听到我们的陈总经理 一上台 在台上第一个分享的时候 他就讲什么 台湾即将成为什么 这个八个国家里面的 No.1 对不对 为我们陈总经理一个热烈掌声 他立刻 这边有新加坡来的 我们的飞马五 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卢大哥 Andy So 这些 对不对 还有其他国家 还有日本的 还有其他国家 他们听到会怎么样 他们回去一定会转达了 说那个台湾区的总经理喔 他在舞台上一直讲说台湾会是第一喔 我们可以输吗 不可以输的嘛 是吗 他回去他们就开始开会讨论怎么样 把台湾干掉嘛 对不对 那我们台湾有那么容易被干掉吗 开玩笑 对不对 随随便便喔 对不对 好 我们就是这样 凭着这一股气魄嘛 今天我们台湾可以做到这样嘛 是吗 没有那么容易的啦 是吗 没拼 输人不是输人嘛 输人是什么 输人是什么 没看到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表现我们的能力出来 所以在组织里面 你要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 让组织跟组织之间 可以彼此合作彼此学习 但是也是怎么样 彼此在竞争 而这种竞争里面呢 会让你的整个组织怎么样 整个活泼起来 所以这四个要点呢 可以帮助 你要把它怎么样 在我们的组织里面 把它运用出来 然后 最后 我谈到的组织 构成的一个要件里面 的第五项 也就是最后一项 叫做什么 文化 然后在这时候呢 我先让各位 你看一段影片 好不好 来 今天是我们Reway 2018年最后一季的 终极领袖表扬大会 今天这一场 表扬大会 很与众不同 跟我们以往 过去这么多年的表扬大会 不一样 今天基本上可以算是一种庆祝会 今天这一场 是做给在座每一个人的 在这里 领许我宣布 2018年 Reway International终极的庆祝会 现在正式开始 请不吝点赞 我用我的路 痊愈的伤 抚平的从 坚持的梦 人类的决心 紧握的双手 去创造 一条光辉的道路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个不一样的瑞薇 在我的心里 瑞薇它就是一个家 梦想一定要有 而且要大 因为我们的人生 只有来这个世界一次 你来到瑞薇 用你的眼睛来看一下 到底它是什么公司 只要你跟 你就可以做到 会出现骄傲的翅膀 过去一起同乡 跟世界一个意外 荣耀和光辉 终于让我超大 如果你想要开创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那么遇到瑞薇就是你 天大的福气 如果在这样一场 这么震撼人心的一场 表演大会 还不能够激发到 你的梦想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 能够激发到你 可是uksesan yang paling indah adalah mencapai sebuah hasil tadinya diragukan oleh orang lain 或许是有非要 就着急放大 所有人 都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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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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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有所谓的直销公司 可以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地 办这样子的一个表扬 老板说不是表扬 是欢庆晚会 所以那一天很像那个演唱会 也有我们的飞马舞椅上被接受表扬 然后尤其 各位刚刚有没有注意看到 有一段就是当我们所有的员工 Reway的员工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老板掉眼泪耶 有看到吗 因为我们刚好跟老板是站在同一排的时候 我真的是看他 哇 真的 你去感受一下他的 他这十年来 他所付出的所努力的就在这一个时刻 所得到的那种 回想 他里面肯定有很多 他自己不为人道的 怎么样 很多的委屈 很多的别人的对他的埋怨 或什么 可是他全部都吞在他肚子里面去 可是他看到这个场面 这个时刻的时候 他觉得那一切都不重要 在Reway 所表达的一个文化 就是正直正面正派的文化 我们秉持了这样的一个文化 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团队跟组织 而我们今天有幸成为这个组织的什么 议员 而老板他本身从十年前 他就是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蓝图 所以他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团队 所以为什么他可以在 一开始根本只是有几个人的时候 他就讲 他从来不担心Reway没有业绩的 他只担心Reway成功了以后 他是不是可以秉着他当时的那个初衷 而他真的做到了 为我们的老板一个热烈的掌声 真的是 他树立了这样的一个标杆 给我们所有的领导人一个楷模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在Reway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其实我们不是一帆风顺来的 没有人可以期待说 自己的一生是没有平平顺顺或是一帆风顺 我觉得这样子如果你建立起来的组织 是因为你一号召几个人或是几十个人进来以后 叮咚就变成你现在的组织 没有经过任何的风风雨雨的组织 不是一个最理想的组织 我常讲 如果你经过风风雨雨而还不会倒的组织 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组织 同样的在你自己现有的这个环境里面 你希望建立起什么样你的团队跟组织 就完全在于看待你自己个人本身 你领导人你要怎么做 你要做什么 所以我经常讲 一个好的文化它的建立并不容易 所以为什么一些其他的直销公司学我们Reway学不来 为什么因为我们十年来秉持着坚持着这个六大目标 一路一直走到现在 所以你看Reway所有的活动所有的会议 你都可以看得出老板他们所Reway整个所为我们这些直销商所付出的 所贡献出来的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所付出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团队跟组织 是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习 所以我们这些领导人为什么都会学习老板 学习我们公司 只要有什么样的会议 有什么样的活动 我们都是用这样子的模式去复制 耳后同样的 在你的团队跟组织里面也是一样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传承 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完全没有后顾之有 因为我发觉在Reway它比我们更希望我们成功 尤其像我们的老板还有CMT的这个管理层们 他们每一个人在背后支持着我们 让我们在走这一条 Reway这一条道路的时候呢 能够更怎么样 能够走得更平顺一点点 当然不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每一个人都有问题 我们自己本身就好像我们人 很容易去埋怨很容易去什么 去责怪别人 但是我们是否有想过 当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 而你自己本身呢 我们如果不能够改变我们这些埋怨抱怨的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埋怨抱怨 转向我们自己本身 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做得很好了吗 如果你自己本身你曾经设定你 你要让家人过更好的日子 你要设定你自己的未来的人生走得更康庄量力 你现在做到了吗 如果还没有 你愿意指责你自己 为什么你还不够认真努力吗 甚至于你今天所设立的目标 你想说你年头曾经设立的目标到你现在 你到底做到了多少 与其我们不能够把埋怨抱怨拿掉 这个坏毛病拿掉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来埋怨抱怨我们自己呢 来指责我们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我觉得我们这些前排的领导人 有很多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今天成功嘛 所以他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而且今天这些领导人当我们听到 哇 他有一个千万不可说的收入 对不对 很高的收入 可是你知道他的内心里面 曾经受到多少的创伤吗 不相信等一下请他们把衣服脱掉给你看 他们肯定伤 我是说在情感上 那个伤绝对比我们受的还要更多的委屈 跟埋怨跟打击 他们只能往肚子里面吞 所以人家他今天成功嘛 因为他想要去帮助更多的人 能够跟他们一样成功 所以为我们这些前排领导人 一个热力的掌声鼓励一下 真的他们真的是说到他就做到 所以我常讲 一个组织 最理想的组织的建立 总结四个字 叫做以身作则 当你自己能够以身作则 先要求自己做到 自然而然就有人会追随着你 在reway 我曾经常常听到 那些伙伴们讲 老板的人就是这样 当他告诉你要做什么 一次 两次 三次 你没有做 他直接自己来了 这些领导人也是一样 我们自己先做到先 你不要要求说伙伴 为什么不配合上来 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先做到 自然而然就有人会什么 跟从上来 一些自同道合的人 他就会自然上来 这个不用去期待 他自然会出现的 所以我常讲 我们如果今天 想要建立一个最健康 最理想 整整齐齐 健健康康的组织 把你自己本身先做好先 可以吗 你先做好 做对 先把自己的态度搞好 心态调整一下 然后呢 把自己放空 好好进入这个环境 跟从的学习 假以时日 不用三十年五十年 可能三年五年后的你 你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 我们这些前排的领导人 这个是我们 在这一些 已经走过这一段路的人 我们自己的心路里程 分享给各位 所以在最后呢 坦白讲我已经讲完了 所以呢 我想要告诉各位的是 刚好在去年底 就是今年的过年前 我是Reway国际 Reway33 幸福团队的邱振修 我们是很幸运的 在台湾 算是第一个 由老板给我们一个 团队的名称 叫做幸福团队 你幸福吗 你幸福吗 全部都是我们幸福团队的人 没有啦开玩笑 所以呢 我就讲 我们是要复制的嘛 对不对 我们看到公司今天 所做的一切 我们也想要去复制 所以在最后 我给各位看一个影片 然后当做我今天的一个ending 好 请放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在过去的一年 大家辛苦了 未来的一年 我们大家有目共睹 共同影响精彩的 2019 我看到的是一个机会 一个很大很大的机会 如果你想放手一搏 我们一起好不好 亲爱的朋友 没有不能够 只有你自己够想要 你要看到机会 我们为什么不去做 如果你们还有目标 还有理想的话 我觉得真的胆敢的去追求 林婉宜小姐 蔡景臣 陈秀珠 只有你要放下身段 心态归零 活在当下终身学习 在日未一定可以找到 你人生的价值 亲民啊 不要入宝山 通手而回 日未就是一个最丰富的宝山 能够丰富自己 成就别人 然后成就自己的梦想 一路 房门 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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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位這個平台是各位正確的選擇 它是公平的 只要你願意都可以跟我一樣在V位成功 V位外位幸福團隊戰 V位外位幸福團隊戰 2018年整個台灣的營業額應該有將近100億 平家平家就是一家V位V位參戰戰 我們在2018年或是不會超過今年2019年 我們即將成為台灣第一 V位外位幸福團隊戰 這個是我們幸福團隊 V位的一個組織 然後我們期望跟V位能夠做到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跟公司學習 辦這樣的一個晚宴 尾牙宴 然後很感謝我們所有的組織的領導人 Timmy的領導人 還有我們所有的夥伴 那天在五谷工商展覽館辦了這樣子 幾千人的這樣子一個尾牙宴 那我們相信在未來這只是一個開始 這是我們建立最理想組織的一個開始 我希望我們各位在場的每一個人 我們朝這樣的一個目標 我們繼續努力好嗎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聆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非常了不起的分享 老師說當邱大哥分享完畢以後 我很想要在雞蛋裡面挑一些骨頭 看看我這個主持人 能不能夠把這個角色扮演好 來做相關的一些補充 我在那邊一直找一直找 結果我找不到 真的演講得非常非常了不起 而他也絕對是有那個資格 談這個最理想的組織的那個領導人 我借助各位的掌聲給飛馬山領導 邱正修 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內心感覺到非常的有感觸 因為剛才在我介紹他的時候 我都已經跟你們分享過 當我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是看到他那幾個人 那麼這個幸福團隊是由他跟歡雲一起 一起創辦 是想想從兩個人 要建立成一個這樣的組織 五千人的一個晚宴 那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你說對不對啊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我們在經營的是這個人的事業 一個人 你自己一個人有可能沒有問題 有遇到一些問題 挫折 你自己可以激勵自己本身 可以鼓起勇氣 繼續地往前走往上爬 那麼兩個人也還好 因為可以溝通 可以相互的激勵 那麼慢慢地變成四個人 八個人 十六個人 當成千 超過幾百人 乃至一千人 甚至幾千人的情況 當建立成這樣的一個組織的時候 你要做到剛才所講的幾個組織裡面的一些原則 那就非常非常的困難了 是不是啊 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很多的關鍵在乎於 在於你剛開始建立這個組織的過程中 你是否有跟身邊的人溝通 因為當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有沒有問題 會有很多問題 有可能你還不是這麼認識這個領導人 不過你可以從旁邊聽到很多很多 有關於這個領導人的一些是非 或者是有關於這個領導人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而事實上也未必好像想像中的這麼不好 因為流言蜚語的東西不可盡心 所以很多的關鍵在於溝通 所以當開始要建立組織的過程中 以身作折以後 多一點跟身邊的夥伴溝通 相互的提醒去創造一個這樣的環境 那麼最理想的組織你也可以擁有 那麼好了 再一次借助你們掌聲給我們今天這個 最理想組織的分享者 邱正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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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